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、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 美国在2018年大约有11%的美国家庭已经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 但面临新冠疫情肆虐 美国最新一项研究显示 在美国部分州近一半的受访者都指出 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严重威胁粮食安全问题 报道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不止影响粮食产量 还使粮食供应链面临困境 一些粮食出口国为求自保 纷纷出台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 越南率先宣布停止大米出口 稻米出口国印度也因为封国而陷入停滞 小麦出口国俄罗斯也随后限制了出售 此外严重的蝗灾也在威胁着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有印度学者预测 蝗灾或许会使得粮食减产30%至50% 今年在新冠疫情与蝗灾的袭击下 预计将新增1.3亿饥饿人口 全世界将有6.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警 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 全世界已面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